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者 有人说我是股市的繁指标 每次当我谈论一些股票走势的时候 其实际的走势常常与我的预测相反 所以我最近没有谈黄金白银 大家的账户是不是涨得非常好啊 看来我还是要少做点视频 才可以让大家闷声不响发大财 从2022年开始 黄金白银的价格就和美国国债利率同时一起上涨 美元指数也在不断创新高 本周二一举突破100大关 只是最近这两天又回落到100之内 实际上在多重压力的情况下 黄金白银仍旧能够逆势上涨 这说明市场终于认清了 一 通胀不是暂时新的 二 美联储已经大大落后通胀的上涨 尽管他们想不断追赶 但是加息缩表的速度将会远远低于通胀的上升 实质利率会更加趋向负值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国债自然会被抛售 10年期国债利率从年初的1.5%左右 快速上涨到目前的2.8% 涨幅超过80% 相应的国债价格出现了崩塌 TLT跌幅接近15% 对于国债的投资者来说 这样的跌幅是完全超出他们的风险承受能力之外的 通常来说 国债是作为避险资产来看待的 只是60-40股票债券的投资组合 并不适用于高通胀的环境 本周二公布的美国三月份CPI数据显示 美国的通胀率同比上升8.5% 环比上升1.2% 但是市场的解读 是现在的通胀已经到达顶峰 未来将会开始出现下滑 但是这完全是一厢情愿的意想 即使我们相信美国的通胀数据是准确的 在我以前的视频中也提过 现在美国CPI的计算方法低估了至少50%的通胀 目前8.5%的通胀率相对于0.25%的联邦利率来说 实质利率就是-8.25% 就是完全想用一桶水来扑灭整个森林大火 只有当利率超过通胀率之后才会一直通胀 按目前美联储加息的速度 即使在年底前利率上升到2.5% 随着利率的上升 通胀还会不断攀升 有可能在年底前超过10% 美联储想努力追赶 但却会越来越落后于通胀的上升 实际上如果美联储真正担心通胀 为什么还要等到5月份呢 他们应该现在就加息2% 同时开始大幅缩减资产负债表 在上个礼拜公布的美联储FOMC会议纪要显示 美联储预计会在5月份加息50个基点 然后开启量化紧缩 就是所谓的QT 预计每月从资产负债表减持950亿 但还没有开始真正操作 市场已经强跑在美联储之前 不断抛售国债 造成了美国国债利率的大幅上升 如果美联储5月份真的开始QT 那美国国债利率上升速度和价格下降的速度将会加速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要想通胀下来 必须是以牺牲美国的经济 主动刺破美国的股市和债市的泡沫才能达成 你认为美联储又有这样的勇气和胆量吗 不过财长耶伦还在做梦 说能够soft landing 我想他只是身在其位 不能把话说白 他肯定知道 在目前的美国结构性通胀和巨额债务面前 能够在不损害经济及就业的情况下控制通胀 那完全是吃人说梦 另外本周三公布的美国生产者物价指数PPI 同比上升11.2% 环比上升1.4% 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数字 考虑到PPI是领先于CPI的 因为生产者所面临的成本上升 最终会要转嫁到消费者身上 所以未来几个季度CPI超过10%是大概率事件 在前一段时间 我向大家介绍的SONG投资组合 从今年开始到现在的涨幅 应该是远远高过大盘 Fever白银上涨11.7% 原油上涨45% Nuclear或者是钥矿 那我们就用URNM作为代表 上涨也超过20% Gold黄金上涨10%左右 金矿股GDX上涨超过30% 这相对于SP500下跌7-8% 那是非常可观的 我认为SONG整个投资组合的上涨 实际上刚刚开始 未来的上涨将会是惊天动地 我们大家安心持有 可以早日实现财务自由 好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